巴铁的由来 随着巴铁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其关注度也随之高涨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铁哥们关系 就此艾尤军想和大家好好的聊聊 两国的关系为何如此之好 1951年5月21日 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国建国之初 巴基斯坦最开始走的其实是清美路线 一直到60年代 也就是那场印巴大战之后 两国的关系才开始逐渐变得清静 当时印度大军压境 巴国有限的抵抗力量从空战开始就被印度打垮了 但是就在印度做着分裂东巴收复巴国的美梦之际 一个贫穷但是很大的国家突然站在了巴基斯坦的背后 并最终帮助他们打败了印军 巴国就此开始与中国增加密切交往 从以往的美国西方沟通平台转换为中国一个友好国家 投入中国的怀抱并真诚的付出 让中巴的关系越来越铁 在汶川地震之时 一位巴基斯坦的朋友曾写下这样的留言 我父亲告诉我 当全世界都遗弃我们的时候 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自己不用送给我们 我们才打败了侵略者 我愿意君主一切 愿意去救人 这段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而他们也确实说到做到了 当得知中国汶川发生地震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给予了援助 而后当得知灾区的帐篷紧缺 更是二话不说 就把他们的战略储备帐篷全都拿了出来 那可是全部的战略储备帐篷啊 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 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 这一次几乎是亲近所有 他们说中国兄弟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提供什么东西 还有 美国曾于90年代初期 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提出 要求全世界制裁中国 当时正是巴基斯坦抉择的分水岭 美国以军事物资和钱为诱惑 来要求他离开中国 但他却坚定的站在中国这一边 并且投了反对票 结果导致巴基斯坦迎来了 美国风暴般的军事经济外交制裁 说句实话 那个时候的中国能够给予他们什么 钱 先进的武器 都没有 但是信念已经存留在了他们的心中 因为他们坚信 中国会有崛起的一天 其实你只要记住这个就行 当初的巴基斯坦 可是要比中国足足领先了30年之多 而投了这一反对票后 却让他们倒退了20年 这份情咱们得铭记在心 再说说中国战机 当初的一堆破铜烂铁 中国自己都不想要 是巴基斯坦下的巨额订单 才使中国的飞机生产公司没有倒闭 想想这是何其的令人感动 他身为一主权国家 却愿做我们天朝的第六颗星 他不为美利坚制裁 在全世界都不支持我们的时候 他站在了我们这边 汶川地震之时 他将全国的战略储备帐篷 全都运给了我们 总统来了是站着来的 为了运这些帐篷 他将飞机上所有的座椅全部拆除 只为能多放一些赈灾物资 北京奥运会 他们没有多少运动员 最后也没得什么奖牌 但他们去了 不仅拿着本国国旗 还拿着五星红旗 在有中国人参与的比赛中 他们都在场外摇旗呐喊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好机友好哥们 巴基斯坦 它只是个小国 也许你去过一些国家 但你会发现 无论日本美国 甚至韩国欧洲 都不怎么待见咱 而当你去了巴基斯坦 你会有第二故乡的感觉 甚至比你的祖国更让你感动 他们将你当朋友 在那里 你买东西甚至可以不花钱 尽管他们以此为生 尽管他们不富裕 危难的时候才知道真朋友 巴基斯坦感激中国救了他们 他们也竭尽全力的感恩中国 这才是兄弟 真正患难之交的兄弟 中巴之间的铁舍太多 不胜美举 但这些就足以给予他们巴铁的称号了 最后 艾尤军只想说一句 巴铁 我们的好兄弟 下期节目 艾尤军将和大家来聊聊 中国曾经援助过的几个非洲国家 各位知道吗 在20世纪60年代 中国还很贫穷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开始为非洲 修建长达1800多公里的铁路了 厉害吧 感动吧 想知道是哪一条吗 点击关注艾尤我去 下期为你解开谜底 我们下期为你解开谜底了